表姐 表姐 怎么了小表妹 没看到我真累着在睡觉吗 快起来 我替小伙伴说 你昨天在矿洞挖到21颗钻石 还要跟我借幸运挖掘稿来挖 这可恶的小表妹 怎么知道的 没有没有 什么21颗钻石啊 表姐 别装了 小伙伴都跟我说了 让我来帮你把钻石变多 我可是幸运挖掘3的稿子哦 想独吞我的钻石 门都没有 没有的是 小伙伴瞎说的你也信 哎呀 真是的 表姐 怎么回事 死不承认 那我走了 快走快走 可恶的小表妹 本来想趁她不知道 偷偷借来用用的 现在知道了 肯定想撕吞我的钻石 不行我要想个办法 对了 前几天从黑商那里买的湿衣水 据说喝了记忆就会消失 那我要给小表妹服用 原来有湿衣水 了解大尾巴狼 有你好看的 小伙伴好久都没一起吃饭了 我们今天就一块吃吧 好好 快来 我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蛋糕 好很好喝的特制饮料哦 一起来吃吧 哇塞 好方舍的 表姐 表姐 快看 哪有飞碟 飞碟 哪里哪里 什么飞碟 哪有飞碟啊 那个 可能是我看错了 什么鬼天气都下几雨来了 表姐 快点吃吧 这蛋糕真香 还有这饮料可好喝啦 对啊对啊 可好喝啦 表妹 雨越下越大了 我回去睡觉先咯 表姐 表姐 快醒醒快醒醒 还要小表妹这么一大早干嘛嘛 表姐 我放在你那的21颗钻石 现在还我吧 你什么时候放钻石了 哎 背包还真的有21颗钻石耶 就昨天 你说钻石很漂亮 能见你看一眼吗 你不会是想耍赖吧 没有没有 还你 还你就是了 表姐 我今天要跟你决斗 这是我的挑战书 表妹 你最近不会是被炸傻了吧 想骗我 我才没那么傻呢 没有 你不是一直想要回武器吗 这次不来西的 生日决战 一人两颗金锦 甩仙结束的一帮 你跟我来后山就知道了 好 在哪里 这个是要回装备的好机会 但我得提防提防 谁知道小表妹又耍什么阴谋 这次表姐完蛋了 神仙爷爷 神仙爷爷 我错了 我错了 那天你跟我说我有血光之灾 我应该相信的 最近老是被表姐杀 屁股疼死了 我还有救吗 圣已至此 无药可解 但明天是你的幸运日 可避免一切祸难 谢谢神仙爷爷 谢谢神仙爷爷 小姐 这就是了 生死决战 比赛规则是什么 瞧见赶牙把妹 美兰 可放一个炸药筒 每次五个 第二轮继续往前布置 直到终点 刚好四次机会 这小表妹如意算盘 可打得真好啊 比运气 你表姐怕过谁啊 还好我身上只留两颗钻石 来吧 我给你放炸药筒 表妹这一心怪 我就中间交叉来 三二三二三 我就不信你能躲过 我放好了 那我先走了 保佑保佑 选一选一 全选一 什么 表妹全选一走 为什么 表姐 干你了 没事 我运气可好了 顺序走 肯定好运气 踩三 一个搞定 踩三 两个搞定 我就说我运气特别好吧 冒烟了 完蛋了 喂喂 怎么爆炸了呀 再来再来 我不信我打不过你 嘿小伙伴 你打我干嘛呀 当然了 一人有五颗金钱 三次你怎么会交入物品 我当然要来补给战 你 小伙伴们 这个怎么办才好呀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小遗憾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一下这个 这个小遗憾做的 对战图 这次我要抢他 不要和我抢 宝宝不要和我抢 咱商量一下 不要和我抢行不行 咱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哎呀 好不容易抢到 赶紧拿 赶紧拿 哎呀 谢谢 哎呀 抢了我一个衣服 你们赶紧去拿 别的东西啊 别的在耗着啦 赶紧去拿 赶紧去拿再不拿 没有啦 快点去抢 快点去抢 去那个什么什么 圣天 什么是去拿个东西 去吧去吧 谢谢谢谢 还还给我 赶紧去隔壁拿东西 圣天那边没人拿 哎呀 等一下你没东西了 好啦 不用给我了 你自己留是吧 给我呢你给我 你自己都没有 来来来 拿去吧 好 宝宝宝宝宝 还给你 那你后面拿去吧 我 我一个人穿不了那么多衣服啊 太厚了 热不热 就是 胖寒牛 身上的热不热 单做武器丢出去 丢个鬼 这个是超级麦克风 500元 的麦克风 很不坏 哦 好 这些东西都很正常 哎 不用给我们呀 宝宝们 你们这个拿去 我有 我有 你们拿去 你们拿去 我有 太客气了 你们 烧焦的红点锅 可以召唤一号 麦包拿走 好啦 那现在就去 外面打坏蛋去吧 哎 我们去走 我们走 走这边 我们走大门 这个 这个剑驴小翼儿的 这个神器 太难 立马太难输入了 所以我觉得算了吧 我们召唤一波 小翼儿出来 你才烫人 这么瘦的小姑娘 被人说 胖人 这个肉肉 可以干嘛 是 一大 哇 怎么 这肉肉 诶 有火 这个肉肉 打出来会有火 是吗 好像是 会有火 是不是 可以扔火腿 再召唤一 这个是麦克风 麦克风是把枪 可怜的孩子 被爆头了 哎呀 小翼儿你干嘛 看上去要多少枪 可能能不能弄死一个人 哇 这里是要很多枪啊 不还只要打 站在那里被我打 这谁啊 哇 你这么凶 忽略了一个坏蛋 出现在了我面前 这是大门 我先 吃个小面包 然后 找吧 你 这太快了吧 我还没有玩够呢 哎呀 那看来这个需要 人不能太多啊 看来只能够拍10个人差不多 我现在还没有 枪还没有开爽呢 就结束了 哈喽我是一横 营地的安全啊 是需要每一位营地的成员 共同维护的 这一期我们就来做做 营地的巡逻任务好了 队伍成员很快就集齐 开始任务 第一款的任务呢 是寻找并操作打卡机 这是大家俗称的打卡 定位坐标走起 运气不错啊 这次的打卡任务 不需要自己去寻找打卡机 就这样直接过来打卡就行了 滴滴滴滴 完全任务 第二款的任务呢 是击败巨型的伐木公投 任务点距离有点远啊 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选 就近的传送点来自行传送 这样就可以直接省掉 跑回市中心的时间 任务效率可以大大的得到提升哦 呃 差点跑上顶楼了 这工作在哪呢 找到了 有的小伙伴正在给他激战 我得赶紧帮忙 我打 怎么死了 小哥哥 我不是故意向你任务怪的 希望你别怪我呀 第三款的任务啊 是找个营地的小伙伴蹭吃 我看看哪家在做饭 哎 前面是我室友的房子啊 那就去他家里吃饭好了 呃 饭呢 在二楼吗 二楼也没有 难道藏起来了啊 我再找找 还是没有 哼 这家伙居然不做饭 怪不得我昨天做的楼下大餐 感觉少了一份 肯定被他透湿了 下次再找他算账 我记得我家的邻居 是个厨师来的呀 每天都想我们去他家 品尝他新年发的菜肴 想来他家多多少少 应该有口饭吃的吧 到了 呃 我有种不想的预感 昨天我记得这空地上摆了十几张桌子的 今天怎么没了 房间进不去 我上阿龙看看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饭 终于找到了 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炭饭的按钮 我的天哪 他居然没有分享 难道我就这样饿死在厨师家里吗 我再找找 还是没有分享 哎呀 看来又得换一家了 这家看起来还是蛮居家的 应该是我饭吃吧 应该吧 我晕 桌子都被清空了 真狠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想蹭个饭都这么难 我就不信 这么大的营地 连口饭都找不到 悬浮房就你了 特别让我失望啊 哇 这么多箱子 少说也有二十几个 拆家的看到这种情况 会不会懒得拆了呢 好吧 这家也没得吃 下一家 这个方向呢 会有个庄园 嗯 这庄园连房子都没见 会有饭吃吗 有点怀疑啊 哇 终于可吃口饭了 我真的是爱上你了呀 有几乎一定会请你是经历四身的 最少也有龙虾大餐 后会有机 好了 第四环的任务呢 是 击败感染巨汗 让我这任务点 遮住到我后面啊 连船送都省了 任务完成 最后允许击败八个伐木工人 总算是把巡逻任务给做完了 可真累呀 幸好付出和收获都是相等的 最强力好丰富呀